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曾小月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内地半日收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升21点 报3165点 深证城指升65点 报10460点 护心300升27点 报31324点 恒指方面暂时报22744点 升389点 国企指数10594点 升307点 这节我们请来我们的事务总监郭先生 郭先生 你好 你好 郭先生 看到恒指今早高开 表现都相当不错 升了261点 现在都升近400点 就修复了50天线 走势就越看越有力 看回恒指走势图 其实都是级级向上的 而且成交都有起息 半日来说 现在已经超过500亿了 对恒指来说 是否都会有个憧憬 事实上来说 市已经是早两天突破了50天线 已经是一个转运的讯号 因为自从跌出50天线之后 恒指一路处于中期逐沉底的形态 到9月29日最低见过20368点 由这一刻开始的反弹 10天20天收复了 这个星期再收复了50天线 技术上来说 已经出现了两个信号 第一个就是大市已经摆绝了 早前逐沉底的弱态 第二 现在市正在处于一个中期反弹之中 过往大市也有转定有反弹 但始终走不到50天线流上 即是说 技术上是一个上落等变的格局 或者有少少回稳 真真正正的市是回稳了 要步入新的中期的升浪 也好反弹的升浪也好 一定要走上50天线流上 既然现在指数已经走上50天线流上 技术上来说 的确是可以有利于整个中期后市的发展 我先说明 这是反弹市 不是一个大升浪的来临 这个大家要听清楚 好了 4月27日的高位是28,589 跌至9月29日的低位20368点 跌了足足是8,221点 既然是中期的反弹 我当你升回三分之一 跌了8,221点 反弹三分之一 技术上来说 第一个位是23,1808点 如果在那一刻来说 成交金额够大 资金入市态够勇 进一步向上走 譬如反弹8,221点跌幅的二分之一 反弹二分之一 更有机会见到24,478点 很多人觉得是否真的会这样 有两股力量是可以推升市的 第一股就是一路跌下来的时间 有很多沽空盘 他们当然要回报 另外市走回来 一些补仓盘 或者一些机构线投资者 他们也需要增持 这两股力量是会成为大市 逐步向上吹升的动力 谢谢郭sir和我们分析的大市 现在再看看个别的板块 汽车股方面 长城九月汽车销量增加了3% 而吉利就按年升了8% 但他们的股价表现都相反 长城现在要跌超过5% 以及吉利现在又可以升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大家的销售量都可以提升 应该这样解读 其实两者都升了很多 好像是吉利那样2.4 升到上4元 已经升了过6元 前一股80% 再说回长城 以60元跌到20元以下 其实累积的跌幅也是相当厉害 但不要忘记 它是一送二红股 现在是10个零多是旧股 新的股份回来 当股价没有跌到 就等于31元 亦都反弹了50% 两者如果作为一个比较 其实最重要的是 除了走势之外 要看中央政策如何走远 因为中央政策对汽车的政策 是说一些小型号低碳排放的汽车 有退税 有税务优惠 哪些是这类型的汽车 就是吉利 吉利大量都是这些汽车 反而我觉得其他汽车 未必会有这些优惠 但无论如何都好 气候是回暖的 但港股价的表现 两者来比 似乎在政策负质之下 吉利出现的声势 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说真的 长盛亦不弱 刚才我提到 一送二 一送二 相对现在10个零二毫八 等于用两股旧股 两股旧股加起来 18个几来说已经升了多少 一算数已经知道 超过30% 好 谢谢郭Sir 那我们再一齐看看 半日收市版块的造价 比亚迪下跌1% 暴44.65 东风集团升3% 暴10.64 吉利汽车升2% 暴3.98 华晨中国升3% 暴10.58 广气集团细卡稳 暴6.72 长盛汽车下跌5% 暴10.02 再和郭Sir说一下油股 今日油股表现相当不错 恒指成分股排头两位都是两只油股 分别是中海油升幅超过5% 暴6.44 中石油同样升幅超过5% 暴6.47 多国组织预期石油便会减产 并且预期明年的石油需求会增加 令到国际油价由低位反弹 更加大协油股和石油服务都有一个大升 这些消息是否都可以令到油股有一个憧憬 先看基本因素 国际油价近期的确有些反弹 因为过去一段时期不断沽空活动 始终都是商品 在市场上要看基本因素 包括供及球 其实供及球都仍然是失衡 供是过于球 除非产油国愿意减产 情况当然完全不同 但似乎现在来说 情况也有点压抑着油价 此其一 但油价在交易所里面 亦是一个商品 一直向下走的时间 有不少追击的活动 即是沽空的活动 跌到某个水平 差不多断定有一个上升回升势头 高价沽空的那些 它肯定是回补的 因为始终都是一些对冲活动 好了 这个所谓的回补力量 就会令到 在股价格方面 出现一个上升的形态 大家看看 857、883、386 由什麽价跌下来才行 其实累积的跌幅很深 40、50% 既然现在国际油价开始揣定 甚至乎有一个技术上反弹 这个板块也同步而行 至于高台沽了那些 现在这一分钟 也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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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至于传统基金 过去看资源的板块 看得比较保守 现在看到情况好像改善了 他们也乘搭顺风车 因为如果一直不作增持 去到后一个阶段 可能会跑输大事 所以到现在这一刻 其实很多因素是夹集在一起 就算你说产油国不减产 需求放慢 这个没有变得 但不是代表油价不会反弹 不是代表石油股份不会回升 因为早前的沽空是会回補 一路看淡的资金是会踏顺风车 只是这两股力量 以足以令到相关的板块 持续保持一个半步上升的势头 但当之去到后一个阶段 买到飽了 看看情况 油价仍是供过于求 股价又会再反复 但这是后一个阶段的事情 好 谢谢郭帅长进的分析 我们一起看看 南筹股半日收市的造价 匯控升1部63元 中移动靠稳部93.75元 健康升3部5.77元 公康升5部5.1元 中康升3部3.71元 港交所升3部198.3元 中人寿升3部29.9元 友邦保险升1部44.9元 腾讯控股下跌0.200部141.7元 金沙中国升4部4部29.3元 腾和升1部103.7元 新鸿基升1部103.2元 九龙仓下跌1部1部45.5元 中海外升1部25.5元 华润至地升2部20.9元 金石化升3部5.58元 坤能能源升3部6.49元 中国神华升4部14.14元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尚做新部 刚才提及的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郭尚没有持有? 没有 上午节目到此为止 稍后有下午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见 好等待会 好 好 咯